好 原定我們這一週就會由林副市長召集跨局處防治會議 但因為颱風的關係所以延後 但是昨天即刻我已經請林副市長 以及衛生局黃局長率相關局處包括環保局同仁 到文山區先進行完成了第一輪的清銷 那接下來今天會再次針對重點區 包括公園以及幾處進行再度的清銷 那相關機的定序也要送中央來進行 所以大約是七到十天 但在此之前我們即刻的先做好環境清銷以及把關 那當然同時我們也會再次呼籲民眾不要輕忽 特別這幾個口訣尋到清書尋到清刷 那另一方面如果民眾感受到如果有發燒頭痛 或者是關節炎窩後疼痛即刻就醫不要輕忽 那另一方面也告知相關的旅遊及活動室 那防治相關的燈隔熱我們和市民大家共同努力 金華城收到裁定數了嗎 有沒有預計可能會來停工 昨天大家也看到 台北地檢署也已經向台北地方法院 申請對金華城的扣押獲准新聞 我們也去看了內政部67、66年的韓氏 所以一般如果依照韓氏在施工中的建築物 遭到法院查封扣押 那是不給施工堪驗的 那如果建商繼續施工 我們就不給使用執照 所以依照網例 我們都發局會如果收到相關法院扣押的公文 我們會發函法院和法院來確認是否要停工 那週一的時候都發局就會發函 那我們也會依照法院的意見來辦理